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信上询问我 怎么妻子早产 我还在外地 老婆预产其实下个月 我本打算安排好这边的工作 就请假回去 早产这么大的事 岳母那边居然没有一个人通知我 我先是给岳母和妻子打电话 没人接 给岳父 妻就打电话也是同样的情况 我急得不行 不知道什么情况 准备买票回来 这时 电话响起来 是岳母打来的电话 女婿啊 前天历历早产 现在母女平安 你先别回来了 安心工作 不等我说话 岳母就将电话给挂了 我再打过去是关机状态 我试着给妻子打电话 电话也是关机 难道孩子不好 他们不敢告诉我 我匆忙预定了最近的航班 凭着同事发来的定位 我找到了医院 询问护士后找到妻子的病房 在病房外 我看到岳母端着一碗鸡汤递给了妻子 另端起一碗汤走向隔壁病床的产妇 一口一口喂着 我走了进去 妻子看到我眼泪就流了下来 红射 你怎么来了 和你耽误工作 我们还把手机都关掉了 岳母扭头看到我 一脸的惊讶 我望了眼隔壁床的产妇 是妻子的嫂子 在望望岳母手中那碗满满鱼肉的汤 和妻子手中几乎吸水的汤 不来 我还不知道您对儿媳女儿这么大区别 什么区别 俩人喝得一锅汤 岳母说完挺直了腰杆 要不是你赚不来钱 不能给我女儿好的生活 至于我这个老婆子照顾两个产妇 岳母的话让我心中怒火上升 妈 我一个月收入一万五 当初我就说给琉璃请个保姆照顾 您怎么说的 不就是没一口一口喂她 只能怪她找个没妈的孤儿 不然她生产也有婆婆照顾 岳母的话音刚落 我的身体绷紧 手紧紧握了起来 努力控制住自己 我上高二时 父母意外身亡 家里还有外债 债主是我爸生前的朋友 我承诺十年内还清 他们看我可怜 又是个高中生 也赚不来多少钱 同意了 靠着亲友的资助 我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努力赚钱还债 我将债务还清后 直到三十五岁才考虑结婚的事 妻子刘丽是工作时认识的 比我小八岁 长得俏理 性子活泼 工作中接触多了 我们恋爱了 去她家商谈婚事实 刘丽父亲张口要三十万 她说我没有家人 担心我以后对刘丽不好 要这个钱是看我对她的诚意 我们那时看上一套婚房 少这三十万首付就交不上 刘丽父亲又不肯退让 我急得上火 嘴角起了一串水泡 刘丽看我急成这样 从家中偷了户口本 要和我结婚 我没同意 本来她爸就不放心我 再这样做更惹她不高兴 没想到 刘丽当天主动搬去 我租住的房子 和我过起了同居生活 三个月后 得知她已怀孕一个月 我惊呆了 她却笑得像个偷心的猫 现在去我家 向我爸提亲吧 我一把搂住她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父母离世后 从来没有一个人 为我这样打算过 我暗自发誓 要对她和孩子好 刘丽父母得知她未婚先孕 气得大骂我是个小人 为了不改彩礼 闹出人命 我跪在刘丽父母面前 向他们承诺会对刘丽好 让他们相信我 房本上 我加上刘丽的名字 她父母勉强同意我们的婚事 但要求 生下的孩子如果是个儿子 就跟刘丽行 孩子是男是女 我不是很在意 都是我的骨肉 但刘丽父母真要求 我有些接受不了 虽然我父母不在了 我还是希望孩子能跟我信 刘丽不是独生女 还有个哥哥 以后我无法跟孩子解释 为什么他跟妈妈信 而别的小朋友 是跟父亲信 再者 我也不好跟孩子说 当初是为了逃避 给妻子三十万彩礼 而未会先与怀的他 我拒绝刘丽父亲这个要求 他破口大骂 我就是个伪君子 为了不给彩礼 什么下流手段都使得出来 现在这个小要求也不同意 还敢说对他女儿好 若不是刘丽怀了我的孩子 我真想提出分手 但事情已经这样 我只有扛起责任 之后那几天 我找几个同事和朋友 借了二十万 又写了张十万的欠条给刘丽 刘丽接过 就将欠条撕了 抱着我说 我爸也是气急了 才说那样的话 你别怪他 刘丽拿着二十万 给了他父母 并说是他主动和我同居的 在他的坚持下 我们终于举行了婚礼 办完婚礼到家后 刘丽对着我父母的照片 鞠了三个躬 温柔地抚摸着肚子 对我父母说 这是他们未来的孙子 或者孙女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我曾经在刘丽父母那里 受的委屈 都消散了 刚结婚不久 我下班回家 看见婆婆在厨房忙 刘丽说 她妈妈要照顾她 我心里高兴 我和刘丽都对着不懂 现在有岳母在 我就放心了 没想到 岳母这一来 我们原本温馨的生活没了 以前晚饭后 我最喜欢和刘丽 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现在电视电脑不让看 岳母说怕有辐射对胎儿不好 怕我们有幸生活伤到胎儿 让我和琉璃分污水 我本想着岳母来 琉璃能吃好些 没想到还不如我俩之前的伙食 从我认识琉璃起 就知道她不爱吃绿菜 喜欢吃肉 岳母住进来后 说要营养摄入均衡 每天披她吃大量的青菜 以前只听过婆婆刁难儿媳 但这是琉璃的妈 我也不敢说什么 每天吃饭 我看琉璃跟上行似的 心烦意乱 这天晚上下班回来 偷偷带了她喜欢吃的 肯德基群家头 琉璃看到眼睛都亮我 却不忘锁上房门 她吃得正欢 岳母敲门声 差点让她噎住 我们急忙收拾好 开门让岳母进来 岳母一进门就说 你们在偷吃油斩的垃圾食品 并且闻着味 将琉璃吃剩下的全家桶 找出来扔在地上 她指着我鼻子 这是你媳妇 还是我闺女呢 我能不心疼她 用你来虚情假意 岳母的话让我有些难堪 我只是看琉璃 每天吃不下饭都瘦了 这才给她买肯德基 但看到琉璃在岳母身后 一直给我做小动作 让我不要跟岳母争辩 我最终低下了头 晚上我去室外的小阳台 准备抽烟 却听到岳母在那里打电话 原来琉璃的嫂子也怀孕了 我等岳母打完电话 上前给她说 琉璃这也马上四个月了 让岳母回去照顾嫂子 琉璃我来照顾 岳母没责备我投听她电话 只是皱眉说 明天我陪莉莉去做个必超 一切正常我就回去 第二天晚上 我回到家看岳母不在 琉璃说 她妈回去看看 她嫂子那边的情况 我给琉璃做了顿丰盛的晚餐 她开心地说 终于可以吃顿好的 饭后 琉璃说要检查我的手机 看我最近跟女生闲聊美 我大风地将手机递过去 然后去厨房洗碗 洗碗碗出来 看她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吓了一跳 老公 你为了照顾我 拒绝去外地做区域经理 这可是难得的生殖机会 原来是为了这事 吓我一跳 现在 你和孩子最重要 生殖以后还有 没想到 第二天岳母知道这事后 大包小包地过来了 她把我一顿训 说男人怎么可以儿女情长 应该以事业为主 岳母给我掰着手指 算剖妇产 需要多少钱 养个孩子需要花多少钱 我去当区域经理 工资翻倍 以后孩子也有好的生活环境 其实这事我也心动 上次给我三天考虑时间 只要我想去 就可以随时上任 岳母再三给我说 琉璃是她闺女 她能对她闺女不好 让我放心去外地工作 就这样 我告诉老板 我愿意到外地工作 我给琉璃买了防服设衣 让她没几天 跟我视频一下 刚到工作岗位 我比较忙碌 主动将休息日取消 并培养左右手 也是想着等她生产时 我能回去 没想到她却早产了 岳母居然区别对待她和她嫂子 要不是我在病房青年所见 我真无法想象 琉璃妈能这样对自己的亲闺女 我陪琉璃到她能出院 接她和女儿回到我们家 给她请了岳嫂 还请了专门看孩子的保姆 我不能在他们娘俩身边太久 尽量给他们最好的照顾 我给琉璃说 等她出月子 我接她和孩子到我工作的城市 租个房子 我们在那生活 她有些犹豫 最后还是点头说好 我走的时候 看了看女儿 笑着说了句 女儿真会说 只笑你不像我 琉璃像惊慌的小兔般看着我 看她这样 我笑了 孩子满月后 说不定就像我了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月很快就要过去了 岳母来电话说 想将两个孩子满月一起办 我同意了 去当地给两个孩子选了礼物 坐飞机回去 下飞机后 我坐车到岳母家 我走后没多久 岳母就将琉璃和岳嫂 接到他们家 将我请的保姆辞退 这些月嫂在电话中都给我说了 进了岳母家后 我在客厅看到琉璃抱着她大嫂的儿子 那是个漂亮的小家伙 看到我后 黑亮的眼睛看着我笑 我对着她也笑了 琉璃看到我有些慌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和孩子都在岳母家 我不在这儿去哪儿 我笑着抱起那个孩子 用额头碰她的 岳母这时走过来 一把抢个孩子 你家哪个是闺女 怎么 重男轻女啊 妈 瞧你这话说的 谁家重男轻女 也没您跟爸厉害 我先从包里 掏出送给两个孩子的礼物 又掏出几张纸 递给琉璃 她接过后就闪了 你和我离婚 不然呢 一半我儿子都给你哥了 还想让我养刘家的孙女 有你们这样做事的吗 琉璃的脸刷得一下白了 琉璃哭着说 她大嫂已经生了两胎都是女儿 她爸怕刘家没了后 听说我是孤儿 想着我家没人好掌控 要那三十万彩礼 是知道我没钱故意要的 想的是让我答应 以后生了儿子跟琉璃行 这样他们家也好后继友人 没想到我坚持不同意 宁可借钱凑彩礼 那时 她大嫂也怀了一个孩子 逼她早怀一个月 岳母说 她大嫂怀的是男孩也就算了 如果是女儿 我们是儿子 就让换一下 琉璃本来不愿意 但耐不住岳父岳母的哀求逼迫 她大哥也为生儿子 闹得不停掉发 琉璃当初能上大学 也是他哥赚钱供他 为了家人 她答应了 岳母在她怀孕四个月时 带她和嫂子去熟人那里作弊超 发现琉璃确实怀的是儿子 她嫂子怀的是女儿 就在那天晚上 琉璃发现 我要升职到外地工作的信息 她怕我在本地会露馅 就联合岳母一起逼我到外地工作 早产其实是个借口 是她嫂子到月份要升了 岳母让琉璃装作妖妞了 后妇产提前将孩子取出来 她们怕我看出破绽 准备等孩子养上半个月再通知我 没想到 在待产室会被我同时认出她 并通知我 琉璃说完 哭着求我原谅 她说这段时间在娘家 看着儿子天真可爱 已经后悔了 岳母听到琉璃的话 上前就想将我推出去 妈 咱家又不是有百万千万的人继承 为什么非要儿子你们才肯罢休 为了这个儿子 你们逼迫我大嫂又逼我 现在闹得我家破人亡 你们才满意吗 琉璃站在窗户前打开窗 手抓着窗户大声向岳母喊 琉璃闹着要跳楼 将岳母一家吓坏了 也保证不会再为难我 更不会换孩子 让琉璃下来 我带琉璃和孩子回到了我们的家 第二天就带他们到了我工作的城市 来之前我已经租好了房子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这儿生活 其实去接孩子之前 我就租好了房子 我从岳母对琉璃和她嫂子的态度 我故意对她说 我和女儿长得不一样 琉璃的反应让我怀疑他们换了孩子 我请的岳嫂是个懂心理学的高级岳嫂 她照顾琉璃的同时 再给她做心理辅导 让她慢慢了解到 对家人好并不是一昧的顺从 岳母将他们接回家 岳嫂从旁观察 也切认是把孩子换了 从那以后 岳嫂尽可能能让孩子和琉璃接触 让她内心产生不舍和对我的内疚 而我也以忙为由不再和她视频 让她以为我也不喜欢女孩后 后悔将孩子呼唤 我拿出离婚协议 一半是吓她 另一半如果她真的执名不悟 我会带孩子走 虽然我渴望一个家 但能有原则的容忍得不到幸福 我相信经过这一次 琉璃不会再无原则地容忍娘家 会全心放在我和孩子上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